大家好 我是阿多美的 金正洋 新建皇家大师 我曾经过着 比较富裕的生活 我在教育 我从事教育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经常去做义工 有一个好机会 我在树草 广播电视台做了十年 在那边工作十年 但是 这种生活突然 因为 我丈夫的失业失败 倒闭了 我们负责累累 非常辛苦 非常累 为了赚钱 我做了兼职 两份三份 我做了幼儿园的 老师 那么晚上我要 我要去餐厅 洗碗 也放过传单 我的妈妈 每天在哭 因为我之前过得好好的 突然有一天 就沦为这种情况 她很心疼 如果 这么累的时候 如果母亲去世的话 这全都是我的错 我快要疯掉了 所以 所以 我申请了 教会给的 捐助金 我拿到了五十万 我那天嚎啕大哭 当时我的儿子是大学生 他 申请了 大学学费的 贷款 但是呢 我不能给他一笔钱 他有一天给我一笔钱 他说 我去打工 我赚了二十万 我那时候太心疼 我很丢脸 我哭又哭 那时候下定了决心 要成为 能够帮助儿子的妈妈 我一定要摆脱 现在这么悲惨的情况 那时候 下定了决心 那时候 就像命运一样 我 遇到了爱多美 丈夫一直在反对 坚决反对 但是我不能放弃 就像黑洞里 我看到了一束 希望之光 我怎么能放弃呢 我宣布 说 你等我三年 等我三年之后 我每个月给你三百万 否则的话 你去找别的女的 我会离家出走 我每个月 会赚一亿的 你要相信我 那么丈夫呢 她放弃了 放弃 阻止我了 那么在 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也遇到过很多危机 我患上了 假装上癌症 有一天 我丈夫 突然晕倒 现在没有关系 我们两个人 都很健康 我在那样 那么绝望的情况下 没有放弃 仍然经营爱多美 我因为爱多美的研讨会 改了 接受手术 或者是 接受治疗的日期 或者是儿子 结婚的日期 都是避开这个 成功学院的日期 那我的 奖金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过了五年 成为了皇家领袖大师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皇家大师 站在这个舞台上 发表感言 我丈夫有梦想 他想住别墅 他想养鸭子和小狗 也要种地 这是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 我为他实现了 那么多的债 我都还完了 我的儿子 现在已经结婚了 他已经成了 一个孩子的爸爸 还有我的姐姐 比我大12岁 她在洪川参加了总部学院 她70多岁 已经进入了领袖俱乐部 谢谢你姐姐 我的母亲现在95岁 她每天都很高兴 她说现在 她死也无患 太高兴了 我非常感谢大家 我现在懂得分享了 我是从我们的会长学到的 我会捐奖学金 然后向韩国的心脏财团 以及Compatient捐钱 捐钱 然后我 也做为这个广播电视台的传教师工作 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么有价值的工作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 爱多美就是拯救人 人们生命的工作 爱多美救了我 我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爱多美改变人生 大家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梦想 希望我们多顶峰可以曾经相见 我们最后再喊一下 通过爱多美可以实现梦想 通过爱多美可以改变人生 爱多美可以拯救生命 爱多美加油 爱多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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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